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此之外 他其实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是两岸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他大半生纵横正海 作为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 在战乱期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在国民政府签台后 移居美国 潜心研究中华文化 并推动了中医药的发展和国际认可 陈立夫老先生曾公开写文说 儒家文化是就是良药 为此 他全力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彰显文化的伦理 民主 科学三大内涵 晚年他竭力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 在两岸关系中 占据了一个颇为特殊的位置 他的这一主张 在两岸都得到积极回应 他也因此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 2001年2月8日 逝世于台湾台中 年101岁 在林颖曾女士看来 公共陈立夫是儒家的推崇者 陈立夫老先生 有本书叫《从根做起》 他认为 虽然经济发展了 但中国文化的根仍需守护 就像他常讲的 不论时代如何发展 文化的根是永远的 台湾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 由陈立夫老先生的儿子陈泽宠先生筹建 陈立夫 陈泽宠生前都曾担任基金会董事长 该基金会致力于海峡两岸的医药交流和文化教育交流 与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都已展开交流合作 并设有国际信的中医药学书讲 立夫中医药学书讲 为促进中医药的研究发展 提升中医药的国际地位 做出卓越的贡献 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 现任董事长林尹曾女士 一直秉承着陈立夫老先生的观念 致力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医之复兴 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 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 中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环境下面形成产生的 本次林尹曾女士一行来审 与西维文化董事长谢太新先生会谈 二人就海峡两岸 对于传统文化发展的现状 医学方面海峡两岸的不同观点 西维有约平台的发展 展开探讨 林尹曾女士还为谢太新先生讲了台湾目前的中医学理论 谢太新先生也为林尹曾女士讲解了苗衣苗药目前的发展现状 两人还就平台知识产权保护 互联网新媒体下因如何运营平台等问题展开探讨 会议最后 林尹曾女士表示 西维有约这个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利益非常好 前景也十分远大 他会支持平台的发展 两人此次会谈 氛围十分融洽 并相约今年年底 西维文化董事长谢太新先生 一行将前往台湾 与林尹曾女士展开二次会谈